高达5.4公尺的爆炒 伴随时速241公里的风速 世纪飓风EAN 28日登陆美国佛州 威力白年首见 居民在二楼露台 看着爱车灭顶 同时间还有人受困车内 警消急的破窗 一位女子受困车内 水还不断灌进去 市区各大道路在30分钟内 就淹成一滩大水 原先停在岸边的游艇 也顺势开上马路 更扯的是 麦斯威尔堡民众还拍到 鲨鱼被飓风从海上逼上街 明显的背骑就在眼前挣扎摇摆 其连红绿灯都自身难保 在民众面前砸了下来 飓风登陆头一天 全美就有5000个航班 不是取消救世言后 而为了工作 独命飞上天的也惊魂未定 被誉为飓风猎人的航台工程师 搭着气象侦测机飞到EAN里头 整架飞机晃道跟强阵体验舱 没两样 野兽及飓风演 就连在太空都清晰可见 盘旋在佛州上空 虽然强度已经从四级降回两级 但佛州已有200万人陷入断电困境 48小时内下完三个月的暴雨 连狂风也没再客气 气象学家在户外报道 一下被风吹着跑 一下又被残肢攻击 情况到了晚上一样惨 被评为史上卫健的超级飓风 已把佛州搞得人养马翻 还有一艘再有移民的船只沉没 23人失踪 可怕的是怪兽遗恩四女的威力 有增无减 世纪灾难还没告终 东森新闻国际中心 等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